台灣南部金陣發生 尼克特製六點一級大地震 屏東一帶為重災區 當地大量房屋倒塌 有關當局已經派出救援隊伍 救出超過八名傷者 孝哥, 回來了 今天你去過停車的喪惑道 下次不要了, 萬一有什麼事 我怎麼對不住天哥 我知道了 對了, 你有沒有看新聞? 台南地震, 你家人有沒有事? 有, 剛才也被新聞嚇倒我 不過我打了電話去了 幸好家安老院在郊外 所以沒有受到影響 這樣也好一點 對了, 你知道嗎? 原來阿忠的鄉下也是屏東湖 是嗎?原來我們是同鄉 你家人有沒有事? 幸好也沒事 那就好一點 如果親人有事, 真不知道該怎麼說 對了, 真是挺巧合的 你們是同鄉 說不定你們倆在屏東 在街上遇過了 屏東很大的, 很難遇到 對了, 你要不要回去探望你媽媽 那邊有沒有人照顧她? 有, 阿老宇的姑娘對她很好 所以我很放心 遲些, 沒那麼忙的時候 我就會探望她, 放心 晚安 晚安 三姐 三姐 來找孝哥 是呀 猜到快談完了, 你坐在這裡等他 談甚麼? 我孝哥和叔父在推銷進興的日後發展大計 平時不見他有那麼多計劃 我孝哥畢竟讀過MBA這麼有頭腦 當然有多計劃 輝爺, 太叔 太叔… 太叔… 阿森, 請我喝茶嗎? 是呀 阿森請喝茶, 最重要是請孝 孝剛才跟我們在裡面談談 談得口水都乾了 孝是聰明的, 適合她說話 現在的年代不同 雖然我們是拌篇門 但是也要做得現代化、企業化 你別常常乖著打遊戲 乖著我買的鹹網行不行? 有空用的腦, 還需要賺點錢 阿森, 阿森, 阿森 阿森, 現在讓你清楚誰能做事 誰能做事就有資格坐過的位置 阿森, 我只有你心中有兩人選擇 阿森, 我想等天哥過了尾七 才再說這件事 對的, 不用急, 這件事慢慢處理 阿森, 你太容易相信人了 阿森, 阿森, 你太容易相信人了 這樣是不是很容易信待你的 有時候就算身邊最親近的人 也不可以盡信 阿忠 行姐, 要用車嗎? 不用了, 我今天想自己走走 如果孝哥用車, 你載他 對了, 我忘了拿傘, 你幫我拿 好, 你等我 好, 阿忠 阿忠 我想偷聽一下效果 我現在在做的事是為了盡興榮天哥 你可否當我懷過人情給我 不要跟任何人說 早前我匯了一點錢過去 你老婆收到沒有? 收到了,謝謝,小哥 昨天打過電話給我媽媽 她還有幾聲氣粥 叫你老婆煮湯水給她喝 沒問題 真麻煩了中嫂 要她幫我照顧老人家 小哥,你怎麼這麼說呢 當初我們在台灣一起坐牢的時候 要不是你幫我挨那一刀 我早就沒命了 別說那麼多了 有你這個大哥真是我的福氣 這兩年要你留在這裡天身邊 辛苦你 泰國那邊已經有消息了 我們隨時可以交易 那就好了,我們可以開過一個新工場 原來他們倆真的早就認識他 當天是誰請阿忠當司機的? 我記得兩年前 天哥的司機剛剛撞車進去醫院 我們就請了阿忠回來 難道這是個局? 兩年前,江世孝叫自己兄弟阿忠 來天哥身邊做司機 再用兩年時間掌握天哥的行蹤 然後等到江世孝出牢 埋到天哥身,再呂應外合 所以之前在這裡工場被警察破了 不是偶然,是江世孝安排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能他在台灣坐了十年牢 一直都懷恨在心,一心想報仇 所以這次他不僅要天哥坐牢 還想他死 他提議劫囚車救天哥,難道… 他一定是一早計劃好 到時引起槍前 再在混亂之中殺死天哥 三姐,喝藍茶,先頂一頂 三姐,謝謝 我現在應該怎麼做? 不行,我要當面問清楚他 你當面問他? 如果他真的想害死天哥做主事人 他會認不住嗎? 那我們拿拿錢帶給廢爺他們聽 叫他們幫我主持公道 沒用的,這段錄音帶 是證明江世孝和阿忠是舊相識 到時煮他們不死,只會打草驚蛇 那不行,那也證明不了 那我應該怎樣? 天哥不會枉死的 如果連你也亂的話 就沒人幫天哥討回公道 我有什麼辦法不容? 一直以來我最信是阿孝 現在讓我知道他竟然騙我 我更不知道他有多少事是瞞著我的 那你信不信我? 如果你信我,我會幫你 對,那我應該怎麼做? 去台灣 既然他們倆在那邊認識的話 一切的證據就在那邊 只要我們有真憑實據 就可以當眾揭發他們 全謀害死天哥的事 你說得對,我應該親自去台灣 對,證明他又沒有出賣我 我今晚陪你過去 不用 到這個時候你還是不相信我? 不是,如果我們一起去 他一定會懷疑 你留在香港,我們電話聯絡 那你自己小心點,我會盯著光沙漠 阿平,想不到最後 我只可以相信你一個 別說這些了,我幫你訂機票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一下下面這個鐘仔 subscribe